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第七阶段的第六节课的内容 那么在上节课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给大家介绍了 Logistic Regression 它的理论方面的知识 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Logistic Regression 它的模型 我们介绍了Gradient Descent 梯度下降的算法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 在Python中如何来实现一个 简单的通过Gradient Descent 来解决Logistic Regression的一个算法 好 我们现在来 直接来看一下这个Python的代码 如何来实现 所以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有两个定义了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呢 叫Generate Data 简单说呢 就是说我们为了测试呢 想创建一些数据 X和Y 以后被XY进行Logistic Regression 这样的一个逆核 并且用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说T度下降的方法来解决 那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来Generate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一组数据 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还是用到了之前所提到的两个 包一个是NumpyArray 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 Python中进行科学计算 以矩阵为基础 进行科学计算的一个加包 叫做NumpyArray 我们把它简写为NP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用到一个随机的函数 我们要随机产生一些数 所以我们也导入了一个叫random 就Python自带的一个随机的这样一个 package 一个包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方程 所以说我们基本的函数结构 我们的整个这个代码的结构是 我们定义了两个方程 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说我们来实现了一个 通过T度下降算法来 更新这个Stata参数值的这样一个算法 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定义一个方法 或者说函数来Generate这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来创建一些数据 作为测试用 好 然后我们就用测试好的数据来进行 密合 通过T度下降算法来解决 来算出来其中的这个参数Stata的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来 创建一些数据 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说 首先我们有三个参数传进来 我们要定义一个Number of Points 就是说我们有多少个实例 是吧 因为这里X和Y 我们有很多很多 是可以代表很多实例 所以我们要断行 也就是多少个实例 这是Number of Points 这是我们的第一组参数 第二组参数呢 第二个参数 刚才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叫做Biase 就是说我们当之后 在随机来生成Y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加一些偏好 加减 所以呢 我们就传入一个偏好值 好 第三个呢 我们传入的这个参数 叫做Variance 大家还记得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过这个Variance 这个Variance的 就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方差 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每 对于组数据 我们求平均值 然后我们利用每一个数 减去平均值 对每一个差进行平方 然后再求和 这样一个衡量 对一个数据 一组离散度的衡量呢 这个定义叫做方差 英文叫做Variance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通过这三个参数 我们来怎么产生一些 X和Y的这样一个实例的数据 那么首先我们来声明 两个变量 第一个呢 就是X X就是NumPyArray 就是我们之前调用的 这个价包 这样一个基于矩阵的运算 然后Zeros呢 就是说我们要生成一个矩阵 它的里面的元素都是零 那里面我们传入的参数呢 是一个它的行和列的个数 就是它的Shape 就是它的形状 首先呢 Shape等于第一个参数 我们要传的是多少行 那这时候我们想传入一个行数 通过Number Points 这样一个参数来定 所以我们的行数就是Number Points 那么多少列呢 我们应该要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所以我们给X就是两列 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多元的这种函数 当然这里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非线性 但是我们的X等于说相当于有我们传入多少行 这个Number Points这么多行 它的列数呢 也就是两列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X1和X2 有两列 好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随机的产生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所有元素都为0 行数是Number Points 然后列数是2 这样一个矩阵 把这个矩阵呢 它的数据的类型当然是NumPyArray了 然后把它复制给X 好 这就是我们来产生X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Y 相似的方法 这里的Y呢 当然是就是我们的Label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归类的这个标签 然后呢 Y值呢 这时候我们来给它 把它的这个Shape 就是说它当然只有一列了 因为我们作为标签嘛 就是说 那它就等于说是只有一列 然后我们初始化也都是让每个元素等于0 然后我们给它的这个行数呢 当然跟X一样了 就是说我们传入了这个Number Points 是多少行 那Y就是多少行 但是它只有一列 好 下面我们对X进行复制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循环 一个loop 就是从0到这个Number Points 大家记住啊 这个函数的这个Range里面 它是 如果我们这个框号里面 来给它设计最小和最大值 它们就是 比如说0到10 那么它返回的 其实是包含开始这个数字 但不包含结尾这个数字 也就是说 从0 如果这个Number Points等于10的话呢 就是说从0到9 也就是说 广泛来讲的话 就是说从0到Number Points 减1 这样一个范围 好 那我们做什么呢 I就等于说是从0到Number Points 减1 我们对X的第一列 是吧 我们行 这指的是行数 我们对行数进行循环 我们一共这么多行 对不对 Number Points这么多行 看到每一行的第一列 第一个数字 我们就让它等于1 是吧 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X的第一列都等于1 全是1 然后呢 第二列 就是我们还是每一行的 第二列 我们等于I 就是说 那等于第几行就等于几 是吧 然后呢 这是我们对X进行复制 那Y我们怎么复制呢 Y我们给它稍微加入一些随机的成分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的Y呢 首先我们是第几行 就是让它等于几 然后我们加一个Bi 就是我们传进来的一个偏差 我们为了给Y进行一些 对它进行一些变化 它的值产生一些变化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测试我们一会儿 实现的这个Gradient Descent算法 然后呢 Random 下面呢 我们再加一个小的随机量的一个变化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之前导入的这个随机的这个Package 这个Bi叫Random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函数叫做Uniform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是从01之间随机的来产生一些数字 就Follow 就是说它跟随的这是统计上的一个叫Uniform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随机的从01之间产生一些数 乘以这个Variance 就是我们之间传入的这样一个方差 那么Y值呢 就等于说是 基本上以我们的I加上Bias为主 然后呢 加上对它每一个进行随机的01之间的一个随机数的产生 再乘以一个我们传入的方差 这样一个值作为Y 好 那么大家记住 我们把这个LOOP循环过之后呢 我们就产生了X和Y的值 所以呢我们这个函数返回的是两个值 一个X一个Y是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测试一下这个函数是吧 就是说 大家最早在Python里面呢 我们可以同时对于 因为这个函数本身 我们返回的X和Y两个数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写XY 或者任意两个变量名 然后等于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所以它返回的值 自然就把第一个返回值 复给我们前面生命的第一个变量 第二个值 复给第二个变量 好 所以我们调用这个generated data这个函数呢 第一个数字我们还记得 它指的是这个多少个实例是吧 也就是多少行 在这个参数叫做number of points 我们就让它等于100 我们要有100行的一个数据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是bias 就是我们生成Y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给它加一点小的偏差 就是对Y进行一点变化 所以我们这里面给它加上25 第三个参数呢 这个variance 我们给它传入一个10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Y多少有一些变化 用一个01之间的数乘以一个10 好 这就是我们来通过down这个function 这个函数我们产生了X这个数据集和Y 好 我们可以先打印出来看一下 这个X和Y分别的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看到 我们先看一下X 好 就像我们之前 实现的这样 X呢 它是一个 因为我们传入的是100 是吧 就是100行 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X它的形状是有100行 它是一个矩阵 它的类型是numpy array 然后我们有100行 那么每一行 有两列 对不对 我们一共有两列100行的一个矩阵 那么第一列呢 我们之前复制的全是1 所以呢 它全是1 在这儿 当然它转化成一个复电性的 就是数字类型 然后呢 第二行呢 我们给它等于I 就是说你是第几行 我就让它等于几 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就是 在python里面 当然把第一行 初始这一行当作第零行 是吧 所以就等于零 I等于1的时候呢 这个第二列的数字就等于1 I等于2的时候呢 它就等于2 所以我们第二列的数字是从0一直到 99 对不对 一直到99 好 这就是我们 X的内容 我们再看一下Y 因为Y我们用了一定的随机数 所以Y呢 它的形状 我们可以想象 它是一个 一行是吧 在这里显示的时候 是一个 向量 也就是说我们一共有 1乘以100的这样一个向量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 所以我们之前通过 1I 它本身是0到99 然后呢 加上一个bias 一个小到一个偏好 我们这个bias传进去的是25 也就是说 1加25 2加25 这是一个基本量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随机 01之间的数 乘以一个 这个vias 10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些 基于这种传进去的 25和10 乘以 就是 以25 加上它本身的 当前的索引 为一个底数 加上一些随机的成分 一部分 就是01之间乘以10的数 作为最终值 所以我们Y 就大概分布在 我们看了 从29一直到 这个100多 这样一个分布 好 这样一个过程呢 我们就完成了 对这个基本测试 数据X和Y的 一个随机的生成 这样呢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这个XY 它的Shape 就是它的行列数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样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下 比如说 MN 这个Nump Array上 有一个现成的一个函数 叫做Shape 它我们传入 我们要 要检查的这个 Nump Array的 这样一个数据 变量 所以它返回的 就是两个值 就是它的 行数和列数 所以呢 我们分别把这个 行列数 复制到M和N 这两个变量中 同样呢 我们对Y 可以检查一下 它的一个行数和列数 我们假如说叫做 MY NY 等于Nump Array 我们同样是调用 这个Shape 这样一个函数 我来检查一下Y 是吧 好 下面我们就来打印出来看一下 我们把之前的这个 先可以暂时的来注视掉 因为这我们已经 看过这个X和Y的内容 我们先想看一下 他们的这个Shape 是不是跟我们预想的是一样的 一个是100乘以2的 一个是100乘以1的 好 那我们就print这个 我们现在叫做这个X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就打印出来这个 我们可以打印在一行 对吧 所以我们就打印出来这个M的值 然后呢 我们加一个空格 再加上 还有一个N的值 然后我们把它转号称这个Stream 好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之前有一个小小的错误 这是因为呢 我们在Y的这一步 这是因为我们还记得 我们当时生成Y的时候 它其实只是一个向量 因为它只有一列 所以呢 它返回的这个Shape 只有一个值 所以我们想把它 放在两个值里面的话呢 它是产生这个错误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 第一个量删掉 我们直接看它这个向量 有多少列 是吧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X和Y的 这个Shape都打出来 Y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列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长度算了 就是看它有多少行总共 好 然后打印出来一个 Y的这个长度 我们看到是吧 X它的这个形状是100行两列 然后Y的长度呢 它是100 这个L代表一个L 它就是一个100行一列的一个这个向量 好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实现另外一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个上节课所讲的这个Gradient Descent T度下降的这样一个算法 好 对于这个T度下降的算法呢 我们来结合 我们上节课给大家写的这个数学公式的算法 一步一步一步我们来结合这个代码和算法本身的公式 来给大家一步一步解释一下如何来实现这个算法 好 所以我现在把屏幕两重化一下 给大家来两个对照的解释一下 所以我们回到上节课我们讲了这个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说T度下降的算法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的更新法则 我们定义的这个公式 好的 在介绍之前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里只是给大家介绍如何实现T度下降算法 所以之前我们用的这个X和Y的值 它 我们并没有要求它必须在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定义的范围内 所以我们的Y的值我们大家之前看到可以是从20多到100多 它并不影响我们使用Gradient Descent 因为Gradient Descent这个T度下降算法 它是一个通用的算法 对于任何一个方程我们通过它求偏导 来有一个更新法则来找到最低点 它是一个通用的算法 所以这里呢我们举的例子并不是在零一之间的 这个不影响我们对Gradient Descent T度下降算法的一个实现的介绍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实现 这个Gradient DescentT度下降算法 首先呢我们定义这样一个函数的名叫做Gradient Descent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几个参数 首先X和Y肯定都是要有的 这里的X和Y就是我们之前所生成的这种数据类型 X和Y X呢就是一个矩阵 每一行代表一个实例 Y呢就是我们一个向量 那么它就是一个一列 那么θ呢就是我们 这里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θ 就是我们要求的一个向量值 它里面包含了这个θ0,θ1,θ1,θ3 有一个参数 好 那下面一个m 就是我们公式中对应的这个m 就是我们总共有多少个实例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number of iterations 就是说大家还记得我们重复更新 这个根据我们之间的更新法则 我们重新重复来更新所有的θ 那我们要重复多少次呢 循环多少次呢 我们就定一个参数 我们提前可以定好让它重复多少次 所以这个number of iterations就代表 我们要对这个更新法则重复多少次 也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p度下降算法来更迭了多少次 来走多少步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实现 首先呢 因为x我们导入的是一个就是行数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这个生成的数据是100行 100行乘两列的这样一个矩阵 所以我们后面要进行这个运算的时候呢 要跟这个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这个方程是吧 就是θ和x进行一个运算 所以呢为了变运算呢 我们把它的矩阵的转质求出来 叫做xtrans 也就是transpose的意思 就是转质的意思 所以我们调用这个x.transpose 这个本身 它有一个这个numpy array里面 它有这样一个x.transpose 就是把它的矩阵 转质矩阵算出来 然后呢 我们通过多少个iteration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循环里面的这个参数 这个所以i 从0到number of iterations 是吧 假如说我们定一个1000的话呢 就是从0到999 我们要循环这么多次 那在循环内我们干嘛呢 也就是完全是来 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公式 是吧 第一首先我们定义这个hypothesis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h function 大家看一下啊 所以我们里面是一个 这个内积 就是x乘一个θ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向量的表示 是吧 x和θ 相乘 那后面我们定义这个loss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预测出来的这个值 减去实际的y值 大家还记得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我们要求的这个更新法则 我们再看一下啊 hx 就是说我们通过之前介绍的这个logistry version 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求出来的这个估计值 是吧 然后呢 y值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数据里面 对应的这个实际的标签 他们俩的一个差 我们叫做loss 是吧 在这里 把他的定义为loss 这样一个变量 好的 然后呢 我们下面就可以来计算我们的cost了 cost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 这一值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cost呢 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loss 是吧 它的平方 再除以一个 就是1除以2m 对不对 给大家提醒一点啊 这个cost 这里呢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general 就是一个通用的gradient descent的算法 那它的这个cost的函数定义呢 和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logistry regression里面的cost的定义 不是完全一致 因为我们这里可以定义为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之前学过这个线性模型里面的这个目标函数的定义 也就是说 我们根据函数预测出来的这个y值 y hat 减去真实的y值 对于每一部分的ta进行平方 然后呢 我们再除以2 乘以这个m 就是多少个实例的个数 把它当作一个cost 这个cost是有一定自由度的 是看根据哪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定义 在这里我们定义一个最简单的这个cost函数 也就是说只是根据真实值和预测值之间的差平方 然后把所有的加起来 再除一个2 乘以一个实例 这样作为一个cost函数 好吧 然后在这个cost函数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我们的这个gradient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每一步更新的时候 这个要更新多少量 就是我们这个下降梯度算法中的这个gradient 就是更新量是多少 所以呢 我们还记得 我们就是用类似于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 针对logistic regression的更新法则 也就是我们看到 一个是我们之前算好的这个差值 是吧 就是类似于这个估计值和真实之间的差 然后呢 它呢 乘以这个x本身 对不对 这样一个x 然后呢 再除以一个m 就是说 求一个平均值 那么 在这个 值 我们算出来的值 就是要更新的这一部分 好 那么下面最后一步呢 就是对于我们的θ 我们要把θ 减去 alpha learning rate 学习率 乘以一个 整体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之前算出来更新的这个值 是吧 这就是我们一个 更新法则 然后呢 我们返回 θ 就是说返回 我们的这个θ值是多少 但是我们注意啊 我们这一步 整个这一部分代码是在这个for loop里面 就是for循环里面 就是说 我们要更新多少次呢 这是我们自己设定的 我们可以更新number of iteration这么多次 我们可以把它设成一千一万 甚至更大 那么 根据这样一个梯度下降算法呢 我们的期待 就是说 在每一步的时候呢 这样更新一次呢 我们因为通过偏导 和它的更新法则 我们预期它的这个 我们打印出来这个cost 就是我们定义好的这个cost 它会逐渐变小 对不对 因为它是我们的不经济度的一个衡量 就是说我们之前 这个loss 预测的值和实际值的差的一个总和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一会儿检测一下 就是每一个循环打印出来的这个cost 我们看看 它是不是逐渐的减小 好 那么通过以上的介绍呢 我们就了解了 如何来生成一些随机的数据进行测试 并且我们实现了一个简单的这个神 这个梯度下降的算法 Gradient Descent 好 那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程序 首先呢 我们刚才已经 生成了这个 x100乘以2的一个函数 和y的 这个100乘以1的一个标签 好 那我们下面 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呢 我们来 要求多一些循环次数啊 因为我们想更精确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用了1后面有5个0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这个 这么多次更新 各10百千万 10万次 10万次循环 是吧 然后呢 α呢 这个值是人工定的 一般的话 就是简易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设一个定值 就是说 我们指定它为 一般是在01之间的一个数 比如说 我们每一步 卖的小一点 就是说这个learning rate 学习率 那我们定为0.0005 但是说 比较好的算法呢 它会根据这个 实际更新的过程中 开始 这个α 它定的稍微大一点 但在最后 定的越来越小 因为α对于 我们算法影响 有时候也蛮大的 α如果定的过大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跨越过 这个local minimum 就是没有找到 这个最低点 一下可以跨过去了 但是α如果太小的话 我们学习的效率比较低 因为我们每次 只卖一小步 所以这个α的选择呢 也是通过实验 来进行 不断的选择 比较好的算法 它会不断的减小α 在开始学习的时候 α大一些 在后来的话 α变得越来越小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下一步啊 就是θ 所以这个θ呢 我们本身呢 给它初始化 就是有n个值 是吧 就是它这个 我们这个维度 是m个实例 然后n维 我们这个数据中 这个n等于2 对吧 因为我们只有x就有两列 所以呢 我们这个θ初始值 就是全是1 是吧 有两个1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步呢 我们就调用 我们之前定义好的 这个函数 就是叫做 gradient descent 来计算出θ是多少 是吧 所以我们传入 这几个变量 x 就是我们之前的 这个 100乘2的 这样一个特征值 y呢 就是我们的标签 随机生成的 这100乘1 θ呢 就是我们开始初始化 是变成1和1 然后我们根据 这个调用 这个函数把它算出来 然后呢 这个alpha 就是我们的learning rate 我们开始定义的是 0.0005 下面的这个m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数据 一共 有多少个实例 也就是说 我们开始 x 我们定义的时候 是一个矩阵 对不对 它有100乘以2 这样一个形状 也就是100行 100个实例 所以呢 m就是实例的个数 我们把它传进去 传到作为参数 传到这个 gradient descent 这个方程里面 这个number of iterations 是我们预先定好的 我们可以设的大一点 也可以设的小一点 我们现在设了 10万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通过 调用这个function 通过它不断的循环 把最终的找出来 学习到的这个 θ这个参数的 则算出来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好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这个函数 看一下 我把这个窗口放大一点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的 面积大一点 不过让看到这个 我们想看一下 每一轮循环中 这个cost 它是如何 是不是在逐渐减小的 好 我们看到啊 这个iteration的数量 不断增加 然后我们看到cost 变得越来越小 这个比较快 我可能 没有看清 我们可以再运行一遍 我们看到 最终我们算出来 这个θ值 就两个是吧 θ0和θ1 因为它是一个x 是一个二维的 它有两行 两列 所以呢 θ0等于29.53 θ1等于0.99 我们的这个cost 最后只有3.7 我们看一下 最开始是多少 我们再让一遍程序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可以很快的 停止一下这个程序 在中间停止 我们看到最初的 这个cost是多少 多少 我们看到最初这个cost 60多 30多 4 然后马上减到三点几 这是我们证明 我们这个grading design的这个算法 是有效的 它不断的减少 我们这个cost 好 我可以再让一遍 很快的停止这个程序 大家看一下 是吧 我在中途 把这个程序停止了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cost开始的值 是非常大的 从60多 一直变到876 然后一直讲到 最后三点几 最后我们就算出来 这个θ的值 就是0和1 算出来之后呢 如果有一个新的模型 进来 有一组新的数据 出来的话 进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根据θ 最后训练出来的这个值 就可以来进行预测 也就是说 我们把θ0和θ1 套入我们的模型中 来进行预测 我们的y值是多少 好 通过今天的学习呢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 如何在python中实现一个 gradient descent的算法 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t度下降算法 在计算机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算法 解决最小值的问题 在neural network 也就是作为后面我们要开设的另外一个 在这个课的基础上的另外一系列课程 就是我们进阶版的深度学习的课程中 要频繁的用到这个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这个神经梯度算法 并且我们在这个 我们看到我们用的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并且我们之前所谓的neural network里面 都用到这个梯度算法 所以希望同学们通过本节课的内容 下去可以更多的思考 并且自己可以实践的写一些代码 来对这个t度下降算法进行更深刻的理解 有助于我们对后面课程的学习 好 那么本节课程就到这里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就结束了这个regression 就是这个 之前所讲的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的 前一部分的学习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继续给大家介绍 机器学习中的算法 好 本节课的内容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就会知道 面课程中的 又可以 我们现在就会给大家 面课程中的